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读物案件的检验和案件的诉讼具有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次课我们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学习读物物证的发现和采集保管的相关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读物物证的种类和特点 那么读物物证可以分为生物物证 体外物证和混合物证 这也就是方便我们进行读物的采集 那生物物证包括体液 血液 尿液等体液物证 包括有各种脏器 还有我们这些毛发等其他的部位 生物体内提供的叫生物物证 那么第二类物证 体外物证当中呢 就是说一些注射用的注射器 吃剩的食物 盛装的容器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叫混合物证 比如在医院抢救的过程当中 中毒者的呕吐物 洗尾液等等 那这些物证它区别于微量物证有很多特点 比方说我们生物剪裁 它的生物机脂多 一变脂 另外从这个缴获的这种体外剪裁来说 它毒物呢 稳定性短 稳定周期短 容易分解 毒物证的隐蔽性非常强 也是它的一个主要特点 因此毒物证的寻找和发现应更加及时 并且适时的与医院配合 仔细认真的去寻找证据链条上每种毒物证 那么毒物证 根据它的特点 我们在发现和采集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 比方说采集的内容 数量和所用的容器 那针对中毒者 我们主要采集的是呕吐物 洗胃液 血液 尿液这样的剪裁 如果针对的是死亡者 那一般我们取血液 胃内容 或者是内脏剪裁 那如果说这个死亡者很长时间才发现 已经发生了白骨化的尸体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主要取头发 或者是肝躯或胃躯的浮土为主 那另外我们还要采集现场和周边的可疑物品 就刚才说的体外物证 食物等等 这是采集的内容 那从采集数量上来看 我们要保证剪裁数量一定充足 这也是为了检验的需求 因为对毒物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 一次方法全不剪出来毒物 所以呢 一般来说固体物要250颗以上 液体20毫升以上 毒物根据进入体内的途径 我们尽量采集量较高的部位 那刚才说的白草枯 取肺部 那肝脏是主要的代谢器官 我们取肝脏剪裁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血液尿液要充足 剪裁取样之后 要注意双份取样 也就是一份用于送茧 一份要留存 那另外我们说采集容器 通常我们取来的物证 要注意容器和包装要清洁 并且密封 在密封容器当中 因为取的是体液剪裁 这就涉及到一个冷冻之后体积会变大的问题 所以容器内双天的体液 我们一般以三分之二 不给它完完全全的装满 要注意这个问题 另外呢 现场取的物证 我们尽可能要一次性的 尽量的及时取灰 另外 如果像这种注射器这种剪裁 那比较尖锐 所以一定要加以固定 防止它对取样人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当然取完了物证之后 我们要叫采取合适的保管方法 那一般物证剪裁 闭光 干燥 恒温 这是基本要求 那么因为它生物机脂多 所以冷藏和冷冻也是我们常用的方法 为什么要这样呢 大家看一个 这是农业部发布的一个几种 见光易分解的农药 那就是说农药三五天就分解了 那也许我们还没开始检验前 因为保管方法的不当 农药就分解了 那么它就失去了检验价值 也失去了证明能力 那我们再比如 血液当中乙醇 乙醇它的保管时间 保管温度 是否加防腐剂 以及乙醇的初始浓度等因素 都影响着最终你检测结果的含量的高低 乙醇如果腐败了 它会产生一定的自生醇 自生醇也有乙醇 那就会使血液当中乙醇含量增加 那另外还有研究表明 乙醇的保存条件 起始温度 保存温度 保存时间 均会对含量测定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说如果起始浓度很低 保管温度很高 就会使这里的乙醇浓度发生较大的改变 因此毒物证检材的保管 除了有物证保管的一般规定外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 在保管和送检的环节 也要注意到密封 闭光 冷冻等条件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